為了更加了解台灣銀髮族的生活型態 以及政府的福利政策 香港尋到中學 特別來到新北市銀髮族協會 觀摩交流 銀髮族協會也準備了音樂表演 歡迎這群遠道而來的小朋友 演唱到歌曲《愛情的恰恰》時 中學的老師及主任 也跟著旋律上台起舞 旋律的恰恰 愛情的恰恰 旋律的恰恰 另外樂團還特別練習了廣東歌曲 為遠道而來的香港朋友 帶來意外的驚喜 這一次尋到中學 香港尋到中學 來我們新北市銀髮族協會參訪 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 我們特別準備了幾首歌曲 來歡迎他們 當然因為他們是從香港來的 所以我們也特別去練習了兩首 香港的廣東歌曲 對我們來講 雖然有一點點在咬字上面 有點困難 可是我們還是盡我們的力量 然後就把它唱得比較圓滿一點這樣子 學生們也帶來動人的合唱曲 和台灣的銀髮族協會 進行友善的音樂交流 新北市銀髮族協會秘書長林美兒表示 新北市銀髮族協會跟香港老人福利政策不一樣的地方 是社區化 集結社區的資源帶領銀髮族參與各種活動 讓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所以在香港我們過去三年 我們也到香港去了解 香港有很多的社會福利團體 也對長者服務也做得非常好 那台灣我們這邊呢 我們比較專注在社區在地化貼心的服務 所以我們服務的對象是90%是健康的長輩 其中7%是亞健康 所以這些也要儲備人才 尋道中學課外活動主任李慧師表示 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交流 打破學生對於長者的刻板印象 讓學生了解銀髮族協會的長者也能非常有活力 可以用一己職場來回饋社會 我們希望 同學經過這一次的交流 打破他們對長者的印象 其實在銀髮族協會的長者 都可以充滿活力 握迫快樂 不斷地學識貢獻社會 尋道中學這次來台五天 在這五天中也到處參訪交流 見識台灣與香港的不同之處 中家新聞林凱鈞綜合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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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